喜欢遭剧 老公怒喷沙丛记遭同期打趴 南投献草屯镇 这名75岁蔡姓老翁 前晚满身血倒在家门前 他51岁的妻子身上则沾满血迹 控诉遭丈夫家暴 警方调查老翁是农民 两年前认识在小吃部上班的妻子 婚后两人常争吵 前天深夜11点多 老翁酒后求犯悲剧 扬言 我要强奸你 妻子不理会她 她转身到厕所 拿稀释盐酸和沙丛剂乱喷 造成妻子脸和手轻微灼伤 妻子不甘心拿垃圾桶反击 造成丈夫脸胸部中伤 身上还有30多处撕裂伤 送医后经3小时手术 现已脱险 事发后 妻子原本说是丈夫对她施暴 又自己拿垃圾桶砸伤头部 后来采改狗说她是被攻击 才拿垃圾桶砸伤丈夫 但老翁反控破酸的是妻子 还把她打伤 警方调查 老翁妻子前年曾申请保护令 经社工介入辅导后 今年1月才结案 不料现在又发生家暴 全案由警方侦办中 动新闻南投报导